欢迎来到第五玩书第七戏 才两天菜下街的粉丝套我说 在永眠镇中又出现一个好玩的地方 就是当监管者求生者博弈时 会出现一个隔山打牛 不对 是隔山打图的效果 然后同学就会问啦 这个隔山打图是个什么意思呢 别记得 现在菜下街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吧 首先我们进入永眠镇地图 这里菜下任意选择两个角色进行实验 然后我们找到南车车站大门前 接到右侧的板区处 也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 重点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红尼站在隔断的另一侧 但是当求生者盖板时 红尼却以眩晕的状态出现在板下 我们先玩求生者试一下再看一下 这是什么鬼操作啊 也就是说当求生者盖在板子时 红尼刚好站在板子相对的另一侧 还是会有眩晕效果的 我们再来试一下 同样 红蝶依然被找到板下 再给你的相视剂看一下 又有同学回发啦 是不是有红蝶才会成这种小火呢 虽然为了避免实验到偶然性 它又与杰克做了同样的实验 我们再来看一下吧 首先我们来到同一个板区 还是让杰克站在板子相对用到另一侧 然后盖板 可以看到虽然我们把监管者换成了杰克 但依然产生了同样的效果 我们再来试一次 所以菜牙推测这种效果 应该是对所有监管者都有用的 至于其他的监管者嘛 游戏与同学也可以去试一试 当然 像这种隔山打图的情况 菜牙在其他板区做了实验 然而都不成立 如果我们在游戏中 刚好在板区附近遇到了监管者 你就可以带他来这里啊 毕竟在这里盖板子砸到图路的概率 比其他板区杂到图路概率要大很多 你们想象一下 当图图们在安全距离时 突然被杂到板区 从此 永远真正又多了一个让图图们自闭的位置 好啦 今天的时间就是这下啦 再见